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到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 今天召开了第三季的线上法收会 并公布第三季财报 税后金利来到3252.6亿元 每股盈于12.54亿元 再创历史的新高 展望第四季 台积电就预期 寄营收将会达到261亿到269亿美元 继成涨13% 董事长魏哲嘉表示 尽管台积电今年增加了COAS产能 超过两倍 还是供不应求 台积电会全力的因应客户需求 售货与AI应用带动半导体晶片需求激增 台积电17号法收会交出的第三季财报相当亮眼 税后净利3252.6亿元 继增31.2% 年增54.2% 每股盈于为12.54元 更是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不仅单季获利首度突破3000亿元大关 创下新高 毛利率与银益率也双双超越 财测高标 累计前3G EPS 30.8元 我们在第三季财务中的第三季财务中的 我们在第二季财务中的第二季财务中的 ESO 预期 预估美元营收年成长从24%至26% 调高到30% 业绩会这么好 就是客户对Cowars先进封装的需求远大于供给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揭露海外产能规划 包括亚利桑那一厂预计2025年初量产 二厂2028年量产 日本雄本厂一厂今年第四季量产 明年第四季启动二厂建制 德国厂则是8月动工2027年底量产 至于台积电是否考虑收购IDM厂的晶圆厂 魏哲嘉则肯定地表示完全不会 记者杨恒谢龙正台北采访报道